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日 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要講 就是新世界 新世界 最新的消息 已經交出土地共享計劃的方案 新世界的鄭志剛 大聲 說要支持政府增建 房屋 要幫助基層 這個跟早前外媒引述 說香港的地產商 被北京召費很明顯 有直接的關係 換句話說 這節要講的就是新世界 被共同富裕 因為 只是你富裕不行 我現在就要來分你 表面上就說要解決房屋問題 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 對這一班地產商 就不能夠再容忍了 一定要他們 就是把你以前賺下來的東西 麻煩你現在吐出來 吐出來之後 就是要來 填下去國家的債務 我們就看看到底這個新世界提供了甚麼 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幫我們手動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好 接下來 10月1日之後 還有活動 不過就不是遊行示威了 接下來在美國 袁爸爸就有這個 活動 現請到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大家很熟悉啦 還有就是 政策規劃 中國的首席政策規劃師 余茂春 現請到他們來發表演講 10月16日 地點在Livermore 地點在Livermore Avenue 大家請看 香港自由燈塔 的網頁有詳細的地址 請報名參加 因為我們要告訴 余茂春 我們香港人 如何團結 亦都 就是人家來演講 我們如果太少人出席 就會很難看 所以難得有這個機會 跟蓬佩奧溝通 希望大家盡量 尤其是在美國的朋友 盡量抽空出席這個活動 請大家就回到這個網站 叫做 Hong Kong Freedom 香港自由燈塔 裡面可以網上登記 雖然你問我個人意見 我認為不應該全部靠美國 但是假如蓬佩奧 他日繼續從政 無論是 選美國總統也好 繼續做國務卿也好 我相信 他會在香港問題上 一定會幫到香港 繼續對抗中共 所以應該 把握這個機會 盡量出席這個演講 希望大家就是踴躍支持 我們繼續回來研究這個新世界被共同富裕的事件 話說外媒早前引述 說這個發展商 以及香港 的顧問 的消息 說 北京中央在今年的非公開會議上 全地產商回去照費 早前也有說過這個胡應商 合和集團 出來爆料 說 北京招了地產商 要照費 已經失去了耐性 要他們盡快 解決香港的房屋 短缺問題 要求本港的地產商要將他們的資源 拿出來 用來支持北京 換句話說 就是要他們 割地出來了 也說到 現在 香港的地產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了 北京不會再容許你的地產商 在香港壟斷 這個 就是對共產 對地產商開刀 北京是不是真的有意要解決香港的問題呢 坦白說 我完全不認為是事實 實際上只是 拿了一個藉口出來 現在 你說不到這班地產商不愛國 所以怎樣能夠鬥到他們在香港的利益 就是直接把他們帶回去照費 麻煩你 拿一些方案出來 捐你們的資產 資產出來 所以新世界 就是在 30日 昨天舉行 2020年和2021年的 業績發佈會 當他被問及這個事件的時候 這個集團的執行 副主席 兼任行政總裁鄭志剛 出來說我們沒有收到任何指示 這個地產建設商會 早前代表 這個業界 否認有這個北京召費大會 否認這個 召費大會 但是出來補充 大企業就是有責任 也有條件 幫助香港 解決 這個土地供應短缺的問題 大家相不相信 這班地產商 會無端端跟你說大企業 有社會責任 有足夠條件 我出來有責任就要解決香港樓市問題 相信你的白癡 現在很明顯他們就統一了口徑 要否定有召費會議 但你否定的召費會議也沒有意思 你出來 無良的地產商 你出來說有責任去解決 社會問題 真的 相信他的白癡 這些說話其實真的難聽過粗口 你真是當香港人懶惰 很明顯現在被人夾緊了 不做也不行 相信 就是有高層指示 他一定要否認有召費 鄭志剛就繼續說 新世界早在2017年就已經 打算要解決香港的問題 真的 聽到你 為之則目 怎麼會相信他呢 他說當時已經推出這個新世代首治計劃 本港首家發展商 捐地興建 社會性房屋 至於 集團最新宣佈的非牟利 房社企 新世界 建好生活 New World Built for Good 名字零誓不倫不類 每個人都不知你說甚麼 目的 就要出來結合商界和民間的力量 解決 香港房屋問題 那就要幫助基層和年輕人置業 年輕人現在根本就不是要置業 年輕人 跟我們香港大部分的市民出來 追求的是公義 麻煩你還一些公義出來吧 再說一次我們香港人在追尋公義 追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 很明顯新世界的鄭志剛就是受了壓力 出來搞這個新計劃 他說 集團願意用這個公司 合營的方法 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 也透露已經有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計劃還要向政府已經提交 等政府審批 怎麼會無緣無故 就會已經有計劃要交給香港政府呢 事實上鄭志剛出來的說法 正好引證了他之前地產商被 照廢的事實 換句話說 這些地產商現在就是被 中國共產黨在搞共同富裕 這些人 不能夠再在香港稱王稱霸 現在最惡那個 只有一個堂口而已 這就是共產黨要告訴大家 的訊息 就是我中國共產黨 就是唯一 最惡最大的力量就是這裏 不是地產商 這班人現在除了乖乖的 聽北京的 指示之外 其實他們就是甚麼都做不到 因為他們的身家 性命財產 全部在香港 以及大陸 所以這場戲也蠻好看 我們相信他們很快 就要地產商輪著 要交計劃出來的 你交計劃 捐一點點不行 另一個捐多一點 下一個就要捐得再多 很快 他們其實 都是變相被政府充公 這個就是 目前的情況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